女孩拥有贴贴就能治愈他人的能力 大暴君只是抱着他睡了一觉 困扰二十年的精神力暴动瞬间被安抚 然而女孩对此却浑然不知 甚至吓得在对方睡着后立马开溜 殊不知第二天男人就找上了门 杀人不眨眼的大暴君居然化身 黏人又纯情的恋爱脑小狗 跪在鹤丽脚边卑微请求 他以身体为药剂帮自己缓解躁动 原来鹤丽穿越成皇帝的专属药剂师 而皇帝达米安身为小说主角 拥有一种名为君主庇佑的异能 由于经常使用能力 男主的抱走现象愈发频繁 因此宫廷内招收了许多药师 而鹤丽则是一个卑微的小炮灰 做不出药剂就要被皇帝砍脑袋的那种 而此时鹤丽正好要给皇帝送药剂 这可让他汗流加倍了 可下一秒他忽然愣住了 因为对方竟是个拥有三十二块腹肌的美男 玉袍间泄露的春光让他情不自禁一乐 有喝居然是个大帅哥 紧接着 达米安一把抓过了药剂平猛的喝了下去 还一把抓住了鹤丽的手 顺势神情恍惚的将他搂在了自己怀里说着好热 卧槽卧槽 近距离看更帅了 可还不等他反应 鹤丽便被对方紧紧禁锢住 感受着那甜美的让人安心的气味 大暴君觉得身上的造气消散了许多 而鹤丽则忽然感受到一阵困意 不知不觉间便睡着了 两人就这样向拥而眠了一晚上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大暴君看着鹤丽的信息喃喃自语着 有趣 随后他吩咐属下 斯莱克把昨天那个药剂师叫过来 而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鹤丽正绝望地想着 卧槽 昨天居然在皇帝寝殿里睡着了 幸好自己带去的药有效 皇帝也顺利睡着了 而自己也及时跑路 不然要是狗皇帝醒来看到那一幕 自己没准人头不保了呀 而且由于自己是穿梳 原主又是个炮灰 因此很多事情自己完全不知道 只能谎称失忆了 一旁的小红毛善意提醒 鹤丽小姐 那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 如果一直记不起来 可是会有大麻烦的 首先 鹤丽小姐你目前在罗芬亚大人手下工作 罗芬亚大人是陛下的专属药师 现在去西大陆采药了 您则是助理 我接下来说的是有关您性命的事情 皇宫里曾有许多优秀的药师 但最终都没有个好结局 至于原因吗 他们大部分都是企图刺杀陛下的刺客 或是被贵族收买的人 所以要是一旦被陛下怀疑 就会被极客抹杀 而您现在又失忆了 如果您继续以这种状态制作药剂 对于陛下来说必然是一种隐患 鹤丽听后不由地浑身发抖 因为自己并没有药理之事 怎么会制作药剂呢 必须撑到那个叫罗芬亚的人回来 就在这时门被质案一声打开了 一个绿色头发的美男子笑着说 鹤丽小姐 陛下召见您 卧槽 这么快就要找我 我真的能顺利活下去吗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皇帝达米安正测试着自己的魔力 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醒 由于昨晚意识不清醒 他并不知道自己抱了鹤丽一晚上 只想着昨天的药剂似乎很不错 就在这时鹤丽被斯莱克带了过来 达米安笑了 没准这次自己能得到一个完美的意志剂 只不过自己需要先确定 这个女人是否值得信任 鹤丽小姐 昨晚是我登上皇位以来 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所以我对你很好奇 能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吗 你的经历 在皇宫的履历 以及交友情况等等 鹤丽吓得不行 卧槽 自己可不了解原主的事情了 那个 我很想诚心回答陛下的问题 但昨晚因为我研究太投入导致失忆了 昨晚药剂的配方我也不记得 下一秒 鹤丽抬头 就发现大暴君正用能杀死人的眼神盯着他 呃那个 阿呜呜 但是好像记忆在慢慢恢复了 鹤丽小姐 听说你很聪明 那么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 你可以做出药剂的对吧 于是就这样 为了保密 鹤丽答应了大暴君的要求 接下来他一下午都呆在了实验室 不过神奇的是 只要拿起药品 身体就随着肌肉记忆开始行动 而且药物效果都出奇的好 解决了小侍女们的头痛以及伤口 可偏偏最重要的抑制剂做不出来 而且连个配方都找不到 就在这时 鹤丽忽然发现书中夹着一张纸 他满怀期待的打开 心想会不会是配方呢 就发现上面写着一段话 宴会 迷雾 不留痕迹 他忽然想到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毒药 在药效发作后 所有的痕迹都会像迷雾一样消失 卧槽 难道自己穿越到皇宫间谍身上 吓得鹤丽连忙将纸条扔进了火炉烧成灰 毕竟距离一周的时间不多了 不管园主是什么身份 他都需要先保住命再说 时间很快来到了几天后 那个叫做罗芬亚的药剂试回来 他刚下马车就发现面前有一团人影飞速蹭过来 来人正是鹤丽 他激动到不行 心想终于有人能做出抑制剂了 可下一秒那人却把一个箱子和脏衣服扔在他的脸上 鹤丽 去把我的衣服洗了 听说你失忆了 看来是变成了傻子 而且听说陛下喝了你的钥匙吗 你身为我的助理 真是迫不及待想要引起陛下的注意啊 以后要是再做这种无聊的事 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鹤丽瞬间猛圈 卧槽 他很讨厌园主吗 小红毛告诉他 罗芬亚大人自尊心有点强 或许是你的能力太强 他总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夺走吧 鹤丽叹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 但也没办法 自己必须弄出来抑制剂 只能委屈求全了 于是就这样 半小时后 罗芬亚冷冷开口 为什么实验室这么多灰尘 赶紧打扫干净 鹤丽一脸无奈 可是我才刚洗完衣服 却听见对方继续说 这里的草药也得分门别类 白天晾晒 卧槽他有病吧 不过为了配方只能忍一忍了 鹤丽 不是让你打扫这里吗 愣着干什么 好的好的 我这就来 鹤丽 不是让你把药草收起来吗 怎么还没收 好的好的 我明白了 天黑之前肯定搞定 下一秒 对方忽然朝他脸上扔了一个瓶子 鹤丽你疯了吧 药瓶都能搞混 是不是想死 鹤丽心里那叫一个苦 但自己能忍住 只要不踩到自己底线就好了 可紧接着却听见罗芬亚说 把这个给我连续搅拌十小时 不弄完不许睡觉 他跌的 这么快就踩到自己底线了 不过距离一周只剩下三天了 自己必须尽快弄出抑制剂 就在这时 鹤丽忽然发现一旁的罗芬亚 居然露出了笑容 鹤丽明白这是一个好机会 于是他立马开口 罗芬亚大人 其实我接到陛下命令 要制作抑制剂 什么 就凭你一个黄毛丫头 哎呀 我一个助手哪有本事做药呢 也就负责将聪明的罗芬亚大人 做的药直接送给陛下 我明白了 那好吧 争取两天之内做出来 鹤丽 这是要准备的药材 你去办 十个小时后 整整搅拌了十个小时的 鹤丽整个人都累瘫在椅子上 下一秒 他忽然发现面前有人走来 竟然就是那个狗皇帝 吓得鹤丽赶忙躲在椅子后 毕竟碰上了 他肯定会问自己要抑制剂 还没完全做好呢 可就在他准备逃跑的时候 达米安忽然凑了过来 鹤丽小姐 是你啊 真是太巧了 怎么了 鹤丽小姐一直盯着我看 难道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而且感觉你一直在躲着我呢 对了 抑制剂的制作进展还顺利吗 那个哈哈哈哈 当然顺利 我得去继续研究了 就先走了 等一下 鹤丽小姐 还有一件事 明天在皇宫有建国纪念日宴会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参加吗 卧槽 宴会吗 那就是说明天我还要见到这个皇帝 要来吗 鹤丽小姐 我准备了很多甜点美食哦 听到这儿 某个干犯人立马克服了恐惧 好的陛下 我明天一定参加 就在这时斯莱克告诉达米安 陛下 有些事情还要您处理 好的 那么鹤丽小姐我先走了 而就在达米安和鹤丽分别后 他忽然情不自禁笑了出来 一旁的斯莱克有些猛圈 陛下 您笑什么 抱歉 我想到刚才那个钥匙了 尤其是他的头顶 斯莱克很好奇 头顶吗 那有什么好笑的 紧接着就听见达米安继续说 在这个国家里 所有人见了我都想凑过来谄媚 而像他那样全身心躲着我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感觉还真是很特别呢 让人忍不住想要捉弄 次日清晨 罗芬亚的实验室 赫丽正忐忑地站在门口 心想这家伙是不是又要想出 什么新的法子来折磨自己 而就在赫丽准备进去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红衣人撞在了他身上 紧接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赫丽气得要死 喂喂喂 怎么不给我道歉啊 真无语 罗芬亚大人 刚才出去的那个人是谁啊 可当赫丽看向罗芬亚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面色凝重 注意到进来的赫丽 他赶忙把手里的东西藏进衣服中 随即他告诉赫丽 那个人是药材商 他送来了急需的药材 对了 你去一趟治疗所 把定期需要送的药送去就行 在皇宫北门附近 十分钟后 当赫丽准备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迷路了 他跌的 这个皇宫可真大 忽然他发现旁边有一个人 于是立马打算去问问路 那个 好心的骑士大人 可以打扰你一下吗 对方转过头来 竟然是一个蓝发闭眼的超级大美男 赫丽瞬间泛起了花痴 嘿嘿 请问您知道治疗所在哪吗 然而对方却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赫丽 两秒半后 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失态 抱歉 刚刚走神了 治疗所是吧 我带你过去 男人带着赫丽走了一条小路 周围盛放着无数艳丽的花朵 赫丽情不自禁被美景吸引 男人笑了 这个时候春花盛开景色一人 不过今年是用魔法让花开的 由于害虫的侵扰 树木全都得了病 这里就是了 美丽的小姐 那我们下次再见 赫丽给对方道谢后 赶忙前往了治疗所 治疗所由于依卡利乌姆掌管 他看向赫丽时很是亲切 赫丽啊 你在那家伙手底下还好吗 他就是个像蛇一样的人 在皇宫里要小心这种人 他天性懒惰又贪心 药物从来不按时做 性格也差劲 总是瞧不起别人 卧槽 简直不能再认同了 总算遇到一个能聊得来的搭子了 于是就这样 两人一起讲了罗芬亚很多坏话 等回到实验室内 由于刚刚吐槽了一顿 赫丽现在只觉得神清气爽 随后 他发现罗芬亚桌子上摆着一瓶药 对方告诉他 抑制剂已经做出来了 赫丽情不自禁竖起了大拇指 这老灯效率可以啊 嘿嘿 那么自己现在就可以安心去参加皇宫宴会了 当晚 赫丽换上了一身华丽的小礼服 并开始对着宫廷美食大口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忽然说 你们听说了吗 那位大人今天也会出席宴会呢 我知道我知道 听说他竟然率兵打败了北方的野蛮人 凯旋归来了呢 看啊 他正好走过来了 真是太帅气了 阿瑞斯大公殿下 赫丽这才反应过来 这不是那天给自己带路的人吗 而且他原来不是普通的骑士 而是大公啊 更何况阿瑞斯这个名字 可是小说中的偏执并交大反派 殊不知还不等赫丽反应 对方居然看到他后静止走了过来 又见面了 要是小姐 汉流加倍的赫丽立马鞠躬道歉 对不起大公大人 我不知道您的身份 竟然让您亲自给我带路 没关系的 那又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确实是有点失落 在皇宫里居然有人不认识我 就在这时侍卫告诉他 阿瑞斯大公殿下 皇太后召见您 好的 我马上来 对了要是小姐 不用太有压力 我开玩笑的 不过你嘴角沾到东西了 不介意的话就用我的手帕擦擦吧 赫丽有些惊讶地接了过来 啊谢谢您 莫非给自己手帕是期待下次再见的意思吗 看来这个幕后黑手也没有那么可怕 既然危机顺利度过了 那么接下来自己要享用美食了 可就在这时 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忽然传入赫丽的耳中 紧接着一个贵妇人倒在了地上 其他人还以为是他酒喝太多的缘故 可每个人又都感觉到有些头晕 一个女人说 似乎是香气让我觉得头晕 最近杰诺里亚花盛开了 但今年的香味比起往年更加浓烈 赫丽想起来 他们说的杰诺里亚花 就是当时阿瑞斯大公带自己经过地方的那些花 可当时虽然周遭都是杰诺里亚树 但完全没有闻到任何气味 但今天早上 赫丽似乎又在实验室前闻到了这个味道 可如果杰诺里亚花没有香味 那这又是什么味道 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了那张纸条 宴会 迷雾 不要留下痕迹 赫丽立马明白 那这香气应该是迷雾的味道 原作里也提到过 迷雾这种毒药的嗑点是有甜美的花香 所以反派经常混在食物里给主角吃 卧槽 那刚刚自己大口炫了好多饭 不会自己的食物里也有吧 可当赫丽闻了闻后 酒里都下了毒 自己必须尽快把这件事告诉皇帝 于是 赫丽立马开始寻找达米安的身影 而他发现皇帝旁边除了斯莱克竟然还有一个人 那人正是罗芬亚 他似乎在向皇帝传递什么东西 而那正是一杯酒 就在达米安快要喝下去的时候 赫丽立马冲了上去 等等 陛下 不可以喝 有毒 宴会的所有酒里都有毒 然而赫丽还没冲上去 就被斯莱克拦住了 罗芬亚有些无语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陛下你听我说 那是有一种带有浓郁花香 症状慢慢显现的毒药 所以绝对不能喝 达米安听后开始若有所思 慢慢注视着台下人的反应 紧接着就发现开始有大片大片的人倒下 整个宴会乱成一团 达米安冷笑着 看来赫丽小姐说的是真的 斯莱克 你去彻查 是的陛下 我会告知所有客人真相 并逮捕所有准备酒水和食物的人 就在这时赫丽忽然开口 等一下 我知道凶手是谁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皇宫最底层的卑微小助理 竟是整个贵族圈 以及皇帝陛下的救命恩人 原来在宫廷晚宴上 众人的酒杯中 都被下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 而赫丽凭借对小说剧情的熟知 成功阻止了皇帝喝下毒酒 并让中毒的人得到了及时的医治 就在他们准备彻查凶手的时候 赫丽忽然开口 不用那么麻烦 我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那个人就是罗芬亚上官 早上你急忙藏起来的东西 应该是毒药的材料 那么你在给我做的抑制剂里 肯定也掺有毒药 陛下 她的手上可能还残留着花香 因为制作药物时 手上一定会沾有气味 只需要检查一下手就可以 罗芬亚听后立马藏住自己的双手 但不死心的她还在垂死挣扎 不是 是赫丽这个臭女人陷害 她想取代我的位置 达米安自然懒得听她脚辫 冷冷吩咐斯莱克把人带下去 随后她看向赫丽 赫丽小姐 我看你刚才对这种毒很了解 那有解药吗 抱歉 我只知道毒的种类 不太清楚解药 哎呀 这下事情麻烦了 那就只能让制毒的人开口了 那么赫丽小姐 麻烦你去药房拿点土针进来 十分钟后 赫丽来到药房翻找 由于不太熟悉好半天才找到 可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黑医员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不等她反应 对方一下捂住了她的嘴 给我老实点 随后 黑医员拿出了一瓶药水说 你用这个要把罗芬亚杀了 不许违抗我的命令 如果失败的话 你可就要小命不保了 赫丽为了活命 打算先答应对方的要求 于是乖乖点了点头 紧接着 黑医员便快速离开了这里 赫丽满脸无奈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凶险呢 不过幸好兔真记没被抢走 卧槽 等一下 为什么这两瓶药长得一模一样啊 而且气味和颜色也没什么区别 赫丽明白 外行人根本无法分辨出这两瓶药 而自己若是谎称毒药是兔真记 或许不会被发现 但违抗黑医人的命令 自己应该就真的会死路一条了 五分钟后 皇家地牢内 赫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跟着侍卫来到了这里 达米安和斯莱克已等候多时 赫丽小姐 兔真记带来了吗 此刻的罗芬亚早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赫丽犹豫了一下 随后从包里拿出一瓶药递了过去 达米安猛地捏住罗芬亚的嘴 将药水全数灌入了他口中 然后冷冷开口 罗芬亚 是你做的毒药吗 达米安便让罗芬亚说出解毒剂的成分 而赫丽一边写一边想着 自己的性命固然重要 但那些中毒的人又何尝不无辜呢 眼下最重要的便是救人 而那个黑医人的威胁自己可以再想办法 因此他才会拿来土真剂 在罗芬亚说完成分后 达米安便冷声询问着 说吧 指使你的人是谁 听到这个问题后 罗芬亚明白不能再说了 情急之下 他想要咬舌自尽 却被达米安一下捏住了舌头 这可不行哦 罗芬亚大人 还没说出来可没资格咬舌自尽 斯莱克给他带上口赛 审问稍后再进行 斯莱克有些无奈 陛下 那么做的话药效会消失的 达米安灿然一笑 没事 现在情况紧急才用了突真剂 平时用正常的方法审问就够了 这可听得赫丽汗流加倍了 卧槽 那百分百是严刑拷打呀 下一秒 达米安忽然抽走了赫丽手中的本子 这个就交给其他的药师处理吧 那么斯莱克 我们先回去了 赫丽有些猛圈 什么 我们 我们是谁啊 夜晚 宫廷花园内 达米安与赫丽并排走着 赫丽小姐 今天的事情把你吓得不轻吧 还好了 陛下 不管怎么说这种事也是我第一次经历 达米安点点头 以后会有更多让你吃惊的事 既然现在你成了我的人 就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情况 赫丽瞬间无奈 卧槽 什么叫你的人呀 我可不想经历比现在更惊险的生活了 达米安却没注意到她的害怕 而是自顾自的说 赫丽小姐是个很优秀的人 带来的是兔真剂 而不是毒药这点也值得表扬 赫丽有些猛了 什么情况 皇帝怎么会知道毒药的事情 他猛然反应过来 陛下 难道是你 是啊 当时趁赫丽小姐你去拿药的间隙 我让斯莱克使了点小手段 赫丽气得想骂人 他大爷的 这个狗皇帝有病吧 但还是强忍着怒火说 呃 陛下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抱歉 赫丽小姐 毕竟我不能随便让任何可能产生威胁的人靠近我 我只是为了安全做了个小测试 而你圆满完成了考验 你能理解吗 赫丽想着事情已经结束 狗皇帝应该不会再找自己麻烦了 于是赶忙说 当然没事的陛下 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吗 好的 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协调工作 如你所知 今天我们失去了专职药剂师 所以必须有人填补这个位置 今天好好休息 明早来我的办公室 恭喜净生 赫丽小姐 卧槽等等 不行啊 自己还完全做不出抑制剂呢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地牢内 罗芬亚正崩溃地想着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最初制造毒药时 她就预料到会有一定的危险 可对方承诺事情一旦完成 她就能享受荣华富贵 这让爱慕虚荣的罗芬亚 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而且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那个没用的臭女人 居然背叛了自己 就在她崩溃的时候 黑衣人又再度出现了 泽泽 罗芬亚大人 你的状态不佳呀 大人 请救我出去 那个女人背叛了我们 出去后我立刻杀了她 你先冷静一下 等天一亮 你就能离开这里了 先喝点水润润吼 你的嘴唇都干裂了 罗芬亚接过杯子后 立马喝了起来 她就知道 这背后的势力肯定非常厉害 而自己肯定会没事的 随后黑衣人便离开了 放心 罗芬亚大人 我向来信守承诺 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当天蒙蒙亮的时候 一个黑毛男 探向黑衣人说 事情怎么样了 黑衣人听后 摘下了自己的斗篷 露出了一头雪白的红发 那人竟然就是阿瑞斯大公殿下